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 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各位見面 有很多網友相當關心 經常在問說 老師你好不好 那其實老師這段時間 是在忙一些藝術品後面的交易 因為從去年開始 很陸續就有一些人 想要來跟我 做一些藝術品後面的交流 甚至可能要買一些東西 那各位大概也知道 我主要的工作 命令以外當然就是 古董收藏、交流 這個部分,與數比交易 那過去呢,因為兩三年來 疫情,所以幾乎是停止 那現在 慢慢的疫情已經過去了 所以開始很多人 Tobo Fnb來跟我約 這個 這個是沒有問題 各位如果說對 可以 尤其是遇到 那麼康熙慈濟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跟我約時間 來做交流 這個我是 目前是蠻歡迎的 所以這段時間整理上來講 我就是在忙這些事情 那 命理這個部分呢,我只要有空 我絕對會自己繼續在分享 在分享我的心得 這裡各位放心 那我今天呢 這個 特別來講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 有關於窒息這個部分 過去在六星部分我講過很多 包括夫妻 婚姻這個部分 或者是呢 事業、健康、財運 包括一些選舉這個部分 也講得很多 那我今天呢 我那天看我的資料 其實我來講的命理實在是很多 那天我翻一翻以後 這個可以來講個窒息部分 過去講的比較少 因為在六星裡面 窒息也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對不對 每一個父母都是希望 望子成龍、望你成鳳 對不對 但是呢 不一定呢 這個 你生的是一個好兒子 或是一個壞兒子 所以我們從八字裡面呢 我們可以 來做一個分析 什麼樣的密造可能會出 完劣的窒息 所以我今天這個主題叫 窒息完劣 那為什麼有些 有些呢這個 他出了子孫呢 非常孝順 而且都非常成才 那是什麼密造 那我今天這個密造呢 就是出了一個頑劣的窒息 頑劣的窒息 那這位是南密 生在1971年 這個日期我就不寫了 那這是 以前朋友提供的一個命令 非常正確的一個命令 那麼這個密造呢 是各位看到八字牌蓋 是更虛年 唯魏月 勿勿認 假者是 這個悟土呢 生在魏月是非常旺 最旺的就是 這個魏月 魏月是個旺土 那悟土呢 他弟子要做良人 那這邊有個 有個虛在這邊 所以這人八字牌蓋是非常強的 那八字牌是好 八字牌能夠認采觀是沒有錯嗎 那我一看到這個悟五日 我就想到一個 各位知道我們六十家子裡面有兩天 兩天我們稱呼叫陰陽煞 陰陽煞 悟五日跟丙子日 那麼悟五日 悟五日 他是旺火 旺火之日 正陽 正陽 我們稱呼叫正陽之日 這等於是非常旺的火 那冰子日的話 是正陰 正陰 所以哪一隻生在冰五日的話 那表示說他這個火非常的旺 正陽 那既然是正陽他就許陰 所以這種人叫 在陰陽煞裡面 男女 如果說你那一天 你是剛好生在這陰陽煞的話呢 男孩子 多女人糾纏 等於是他的女人相當不錯 那麼也容易得到美妻 古話上面有講 易得美妻 這個沒有錯 這個時候去 太太 那女孩子如果生在冰子的話呢 那麼這個正陰 容易怎麼樣 也是容易呢 男人多糾纏 那另外呢這個 有時候會嫁俊男 先生長得很帥 所以有兩天啊 各位參考一下 霧 霧五日跟冰子日 女孩子生在冰子日 男孩子生在冰子日 那當然這個人一看就知道 桃花已經多 因為 我過去講過 陽刃代河就是桃花嘛 另外我過去也講過一個口訣 水土生人全馬邊嘛 水土生人全馬邊 等於是生在水日圓 或是土日圓 第一隻只要有全馬 很吃全馬邊 那日子 這就是桃花 所以這個人沒有錯 這個人沒錯 他桃花很多 目前也有小山 那這個八字一排開以後 各位看到 這個七薩直接拖在天竿上面 我們歸於 在古話裡面有一句話 十上七薩一味貴 一味貴 那一般來講 七薩都在天竿 多半當民意代表比較多一點 他不是當正式的官子 正式編制裡面的官子 一般民意代表 沒有錯 這個人是民意代表 所以這個 十上七薩的話呢 在這個冰子日裡面講過一句話 這個 若乃十上逢七薩 見之未必為休 見之未必為休 如果說月治乾強的話呢 其薩反為權硬 反為權硬 月治乾強 就是有志 天竿有志 那又是日乾 就是日乾非常的強 那這樣的話呢 反為權硬 等於是這個人 會不會掌權 沒有錯 這個人現在目前是一個 一見等級 但各位鄉長 現在目前是一個民意代表 所以 這是這個現象 那我們今天 最重要的是談六親 談六親 談自信 那自信 其實我們八字排該嘛 每一處所管的六親 都不盡相同 對不對 這是祖上 這是兄弟父母 這是夫妻 這是自信 那我們不管看任何六親 我過去講過 公衛跟心衛來合參 公衛跟心衛來合參 這是非常重要的判斷 那各位看到這個 這個人的八字 一個現象 正財 在上面 那通分在這邊 但是這邊有衝 那這邊帶行 正財下面有紅行 表示正財一定 真的會在中年以前 產生很大的矛盾 這個沒有錯 根據極光車名造的人士 他太太跟他找分區 而且本身很糾纏 有一些很麻煩的官司在打 這個現象完全在這邊 那這邊又濃衝 但是這邊帶河 所以不會馬上離 他會在這個時候才會離 沒有那麼會離 所以這個看什麼時候離 因為他這邊帶河在纏住了 所以在正財部分也是完全是對的 是這個樣子 這個現象 那我們先來看紫錫 這個 紫錫呢 他下面有紅蟲 那麼講到這邊 我要跟各位看 跟各位講 看紫錫是怎麼看 我們經常就是 一般來講就是 官煞 男孩子官煞看紫錫 七煞為兒 正觀為禮 沒錯 這個但是呢 現實條例就是 八字有正財 八字有正財的話 七煞為兒正觀為禮 這個沒有錯 但是八字如果沒有財心的話呢 十神看兒子 三觀看禮兒 各位記住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有些官人 他沒有官煞 那你要怎麼看 看紫錫呢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十神看兒子 三觀看禮兒 那麼 那麼 女孩子的話呢 是怎麼樣 十神為女 三觀為禮兒 這是正常現象 等於八字裡面有十傷 那你就十神看女兒 三觀看兒子 但如果女孩子沒有十傷的話呢 那怎麼看 天才看女兒 正才看兒子 各位記住這一點 這樣各位就很清楚了 有些人曾經在問我說這個問題 好 所以不一定是官煞看兒子 有時候你要看 你要看其他的 好 那這個人因為他本身有財心嘛 所以當然七煞 就直接看到他 這是沒有錯 這是他兒子 坐的位置也是對 但是下面要澎沖 下面要澎沖 所以講到這邊呢 現在我就特別列兩個口訣 這兩個口訣 各位盡量把它記起來 我大量印真的非常正確 非常正確 看子媳 你先想到這兩個口訣 有沒有落到這個公司 如果說這個公司 他就有這個現象 第一個呢 日食相沖時落空 有兒也不中 日食相沖時落空 那麼 這個一定要做空網嗎 各位知道齁 空網不管坐在哪一柱 那一柱的六七 就跟你絕對比較沒遠 那沒遠的方式有很多種 離散 或者是那怎麼樣 損傷或者是早走 都有可能 那這個沖 日食相沖時落空 有兒也不中 這兒子絕對跟你來講 很不和啦 而且不會孝順 不找你麻煩就不錯了 所以 這個八字完全是落在這個公司裡面 沒有錯 另外一種呢 我過去看過很多八字 日食待行也有害 定是兒子把家拜 這個也很對 之前的生意 我還看到一個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日食有待行 那這邊呢 剛好走來破 是遊破 那段時間 那個兒子呢 花了他好幾千萬 等於是 把他財神 拜的差不多 所以日食待行也有害 定是兒子把家拜 各位記住這兩點 這兩點 所以子息公 只要有沖刑破壞一定有問題 而且他這個 腥味又在上面下面膨沖 那麼這個腳目呢 也漏在胃庫啊 那胃虛又行啊 對不對 各位看到 所以這個 表示說他兒子一定會帶給他 嚴重的一些 不好的現象 那根據 根據消息呢 這是他兒子是怎麼樣 這兒子呢 不但不成財 就是呢 無所事事以外 還會吸毒 整天為他惹事情 整天 就是花他的錢 大量花他的錢 讓他呢 上頭腦筋 甚至呢 有時候 他也偷了說 想要跟這兒子呢 怎麼樣 斷絕關係 斷絕關係 這也非常嚴重 還是植物對沖嘛 正沖嘛 沒有解 沒有解 所以 我想 正規來看的話 看止息 當然 如果說十柱能夠 代洗身 十柱如果代洗身 那個止息一定是不錯 一般止息就會成才成氣 而且跟你 會比較有緣 那再來呢 你可以 還念的時候 得到止息的孝順 想止你之福啊 我們講 想止你之福 這是止息公 當然不能有沖刑破的問題 如果沖刑破的話 就另當別論 所以 有一句話 十柱在代櫃 止息必貴 像我本身啊 也可以這麼說了 因為我乙木 我生在冰子時 冰子時 都是我的犧牲 乙木喜歡冰火 那乙木的止水呢 就是天乙龜 所以 我三個兒子說實在 都非常的優秀 都非常優秀 我大兒子呢 應該會當藝術家 應該會成名 可能有機會 我來分享他的發誓 給各位聽 所以 公衛心衛 如果有沖刑破 一定必然有問題 這個明招 你們各位看的 就很清楚 好 那我想這個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來分享這個仔細部分 讓各位做一個參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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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